美国亚利桑那州北部的小镇圣多纳 因为境内有许多巨大红色岩石而闻名 每年都吸引超过30万名游客 来到这里享受心灵假期 也因此在圣多纳有不少的旅馆以及度假屋 慈介志工在去年首次带着禁思雨 来到这里拜访了6家旅馆 总共送出200多本的禁思雨 今年是再度登门造访 想要了解旅客是否喜欢禁思雨 结果有旅馆经理早就已经妥善地收集 禁思雨回馈单等着志工的到来 才晤到早安旅馆大厅就扬起了赞叹声 原来是旅馆经理迪利普 把旅客留下的禁思雨回馈单妥善收集 等候慈介志工再度来访 十个多月前 慈介凤凰城联络处的志工们 首次带着禁思雨走入圣多纳 与多家旅馆结缘 这一回新拜访的旅馆中 经理约翰不但乐意摆设竹筒在柜台 更立刻带着慈介志工到客房放置禁思雨 位在亚利桑那州北部且临近大峡谷的小城镇圣多纳 因为耸立着众多不同层次的巨大红色岩石而有红颜国度之称 它的美丽每年吸引超过三十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 居住当地的慈介志工于慈爱以及凤凰城慈介人 期盼旅行者来此借着自然景观心灵修养时 也能领受到滋养智慧的近似好话 来 新闻知识美之工林慈勋 赖季腾 美国报道